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同感受 今天我会讲讲另外一个作品 讲神女的 神女这个字是斯文的说法 其实逐些说法就是鸡 再逐些不逐些说法就是妓女 英国大致乐家来说就说 他说古代娼妓制度 绝不是今天为人 启示的制度 他原始 是古代娼妓的女神的女巫 承认过客人的表示 其实那时候的人就有一些就抵御他 也必示之 示之就是说供奉他 但是其后西方的耶教就会谴责 年偏累族的目的就是称它为异端的漏族 以及撒族的违业之后娼妓由妓宇就被驱逐到市场 就沦为一个商业了 那看一下罗素的解释呢 古代西方的所谓妓业呢 是一个呃 拜神的时候 最早在世界上呢 设立了一种妙妓 妙妓历史上呢有名词的 可以说是宗教的淫业 那 内文呢 不会出现我们会卖淫这个 这样的名词 那现在呢通常用呢 就是性行业啊 性工作者这正面含有正面的词语 我们去说这件事呢 也是用一个非常正当 而且严肃的态度呢 去对待 大约距今五千年前呢 人类最早的老文化呢 是有巴比伦文化 那么在那里呢 那里呢 已经出现了呢 所谓妓女这个行业了 那 当时希腊的最早的历史学家呢 就叫做希罗多德 这位人类呢 这位人类呢 他有个 留下来的 世界呢 有一本叫做历史 这本这样的巨著 中英技术呢 就说呢 那里 就是巴比伦 那里 那里的妇女呢 每一个妇女 每一个 大家要留意啊 讲着每一个 每一个呢 都一生之中呢 必须 也持 就去到这个 阿富达迪 的神庙 在这个神庙那里呢 就坐下 他坐下 做什么事呢 他等待一个呢 完全 不相識 的男士 走过来 然后呢 跟他性交 是男士 作主动的 那女士呢 只不过呢 是 在 整件事情里面呢 他只是坐下 等待 一个这样的召唤 当他选择 那时候 选择好一个 女士 作为性交的时候呢 的对象的时候呢 他会抛下了 一个银币 或者一个 币值 就给他 那么 他 是 巴比伦 那时候的 信奉的一个女神 叫做呢 米利塔女神 希望Milita女神保护这位女神 祝福这位女神 Milita女神是一个什么女神呢 现在考据一下 是巴比伦当时一个繁殖的女神 或者造恶的女神 奇怪在当年这种生活集困 无论是男士 入中这间阿弗达迪的庙 这个神庙 抛下了多少钱 或者多少多少钱 这位女神一被看中之后 她就不能够不拒绝 就是她不能够拒绝 因为她相信 如果拒绝了 就是冒犯了神灵 这个女神在巴比伦的神灵里面 被这个男士 她不相不拒绝的男士 做爱了一次之后 她以后都不用回去 她已经充当了一次的妙忌 她的身份已经定立起来 她是成长了的 她是受到女神的祝福 那么奇妙的一个生活习族呢 在共产党的恩格斯 他们的祖师 恩格斯里面 就指出 起源是群分制 起源是由于妇女 或者或者为了 负责 负责的精粗权而献身 为金钱而献身 最早的呢 是一个宗教行为 而且是一个义务行为 但是财物呢 是归于神庙所有 那么这里呢 这个呢 是一个记载来的事实 我们呢 不要用斜的眼光呢 去体会这件事 这件事呢 有她那个 社会性 是使得呢 一个女仔 一个储女呢 能够呢 进入她一个 新的阶段 而呢 她呢 是会 由于这样呢 就会 继续她的人生旅程 那么 中国又怎么样呢 我们呢 看看这两个字 这个字呢 倡记的倡记 古时呢 这个倡记呢 是没有女字边的 是企人边 倡记 乐也 happy happiness 那么 在梁朝呢 就有欲篇 在欲篇里面说呢 倡记 那时候是女字边的倡 就是女字边做倡城的倡 倡 这个另外这个倡记呢 就是 女字边做过 这个 这个 这个好似的 这个好似的 这个义字 其实不是义字 交易的义 这个阳字 说明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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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枪 放入 一弱淫气 枪丘呢 就是女 乐师 所以呢 别作呢 女字边的枪 其实呢 原种呢 是人字边的枪 那这里呢 从这个造字呢 里面呢 正好说明了 一样东西 最初的枪呢 女字边这个枪 只不过是呢 描写 一些 音乐 玩音乐 而 又 歌舞的 女性 在他们 这个 这样的行业里面呢 绝不 包含了 性服务 这种这样的行业 就是说呢 不会 性服务的 他们是音乐师 他们是 舞蹈家 当年呢 人字边这个枪呢 大家呢 也可以体会到 是没有分男女 就是说呢 也可以是男 也可以是女 到了女字边的时候的枪呢 这个呢 是很 很清楚呢 看到 是 有女性的专业 的暗示 好了 我们看另外一个字 忌 女字边这个枝 这个忌字呢 在说文解字里的用法呢 就是说 妇人 小物也 小物 就是说 所所遂遂的 所以 徐朝呢 记字呢 仍然呢 是解 女乐 女性 负责 音乐的人 南宋 南宋的时候呢 去了 江南 建国 金陵建国 做了首都 在那时候呢 这个忌字呢 解 女子有 忌者 别作忌 这个忌呢 是 曲忌的忌 就是 唱歌 做 曲 的意思 那就是 换句话说呢 是 他们是 歌忌 唱歌的 女士 为什么唱歌呢 很简单 只是不过 是一种 娱乐的 娱乐 从业员 那 完全呢 都没有 性交易 或者性工作者的 味道 没有 后来呢 到了 宋元明清 之后呢 这个忌字呢 慢慢呢 就 走向 性服务 性工作者 这个意思 现在呢 更是 一讲忌呢 大家都明白 是讲着 性服务者 唱忌之忌 如果 如果 讲个 嫖字 呂字边呢 做个 嫖 这个嫖字呢 在说文解词里 又说呢 嫖 轻也语 跟企人边 做个 嫖 同音 同意 在南方的 坐月里面呢 有轻薄的意思 这个呢 轻薄呢 就 有 不正经的意思 但是呢 不要忘记 在汉朝的时候呢 这个嫖并不是 现在嫖妓的嫖 看没带过 姑姐呢 就是叫 刘嫖 你大家记得呢 金屋床嬌嘛 金屋床嬌 这个故事里面呢 这个姑姐呢 特别呢 呃 很小的时候呢 就抱着 刘切 就问她 你喜不喜欢我的女儿 阿嬌啊 阿嬌是她的女儿 叫陈嬌 啊 看没带呢 那时候很小过 没做 但是 刘切姐 一个年轻的 那姑姐这样抱着她呢 呢 这样问呢 这些好厉害啊 哎呀 我喜欢呀 我喜欢表妹呀 将来呢 我找一间金屋 收藏了她 金屋床嬌呢 就是这个 刘嫖 问 汉武帝刘切 那时候的一句说话 而刘切呢 是这样 答复她 但不过之后呢 成为了呢 记住了来 历史里呢 就是金屋床嬌的诚语 那时候呢 解释 并不是现在的解释 现在金屋床嬌呢 就是用一间 漂亮的华丽屋 来养着个小三啊 养着个爱人啊 玩爱妾啊 包养啊 但是当年呢 是 汉武帝 刘切 讲这个说话的时候呢 刘 陈娇呢 将来是做了她皇后的 所以呢 这个呢 有少少呢 历史上呢 的恩怨 又有点不同的 好了 讲到中国呢 的 嫖的历史 即忌的历史呢 我们不能不讲呢 1934年呢 有位作家 叫王书炉湘 王书炉湘呢 就作了一本书 叫中国昌忌史 这本书呢 现在可能某些书局 还有得卖的 那值得 研究这个 社会现象呢 一体 为什么是社会现象呢 很多人说呢 娼妓呢 是 一个社会里面最早的 行业来的 但是呢 有些人就说不是 最早的行业是 间谍啊 那究竟呢 间谍先呢 还是娼妓先呢 都有一段考据 黄书炉呢 黄书炉呢 这本呢 中国昌忌史呢 就说到 中国的昌忌呢 起源于 当年的恩乡 商朝 的女巫啊 首先呢 他要讲两个 关键词先 第一个呢 就是商朝 商朝呢 他今差不多呢 有成五千年了 但是呢 在史记里面呢 所讲述的 夏商周时代呢 这些时代呢 并不是一个 信史时代 很多时呢 是一个 传说的时代 可能是一个呢 一些民族 在某些地方呢 居住 一些集体呢 的油掌式 的 部落时代 在 这些时代呢 无论是中国 或者是 西方呢 他们呢 都有一种行业 叫做 毛 现在听见这个 毛字呢 就相当 打冷震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一个毛 师的毛呢 在西方来说呢 这个witch 是一个呢 懂法术的人 而且呢 大家的形象 马上出现呢 西方的毛 毛婆 黑色的膏帽 阔边的 还有一件 白色的 那些 阔袍大袖 另外呢 你会看到呢 这个 他的道具 是一 一条呢 他家里掃地的掃把 听闻呢 这种掃把 可以啊 逃上一些 飞行油之后呢 可以呢 骑着腹帽呢 嘴声 飞上天 在天 四围 嘴声 搭飞机 或者踩雪剧 那样呢 四围走 而这些毛婆呢 在当年呢 这个 猎毛时代呢 是邪恶的 很多时候呢 是 使得 很多人呢 受灾害 而呢 在宗教的裁判所呢 是要证明 他是 女毛身份之后呢 是会烧死 或者呢 酷刑 打死 浸死 在苏格兰 英格兰的地方呢 女毛呢 是吊死 给他一个全尸 但是呢 在 中国的毛呢 和早期西方的毛呢 这个字呢 不一定是女 男也有叫毛的 他们是一种呢 职业来的 这种职业呢 是 用意 沟通 天上的神 和人间 凡间的人 这种呢 职业呢 是当年呢 文字呢 尚未完全 开放的时候呢 是 利用 他的 的知识 为了他能够 沟通 神的力量 这种神秘力量 是 传达 上天神的意思 所以这种 巫师呢 他有 天地沟通的能力 这种神秘的能力 那究竟 什么人做呢 那就没难说了 很多人是自称的 很多人其实呢 就是 一些呢 学识很 深薄 而且呢 很广博的一种 人士 多数呢 女性呢 能够呢 医治啊 比如接生啊 这些等等呢 他们呢 都是为之毛 那当然呢 他们很重要的 工作之一呢 就是 溝通 人神呢 包括呢 祭祀呢 祈福呢 还有 昆貴 所以呢 在 那个年代呢 毛呢 并不是 好像西方 烈毛时代 那么可怕 而且呢 是相当受到 尊敬的一个行业 中国呢 在三个经里面呢 就有十毛 十个不同的毛 这个毛呢 有 有它那个社会意义 好了 说回呢 中国 昌妓史里面呢 就认为 最初的妓女呢 是要满足 奴隶主的娱乐 的需要 这个需求呢 而产生的 那他们这种 所谓 技呢 并不是一定是 性工作者 他们的 知识呢 是比较 普通呢 普通的女士呢 是好一点 就是漂亮一点 丰满一点 而且呢 还有一身 歌舞的 技术 远古说话说呢 就是说 他们能够 能歌善舞 那么在那个 组织里面呢 就供 这些大人物 为了奴隶主 就 作为一种呢 享受 享受的意思就是呢 他提供 音乐 提供舞蹈 提供呢 一些 我们现在为之 艺术的 行为 那么 吃饱饭呢 大家呢 那个 有钱人呢 或者有权势的人呢 都希望呢 有些人表演的了 那么 这个呢 在实不下 那么 请了这帮人呢 回来呢 就是 作为表演的工人 那么 你再 比较一下呢 古巴比伦呢 跟中国的 刚才说的 刚才我们所说的 所说的那些 歌舞 从业园呢 就 并不一样的 而 跟今天呢 所谓的 仓技是提供 用 钢子或者利益 来到去 提供性服务的呢 亦不一样 好了 因为 他们提供一个 这样的 歌唱或者舞蹈的 服务呢 这些呢 下九楼啊 的行业 没有入流先呢 就是低等行业 下九楼的行业 这些人呢 是 所谓称为 贱民 那当时呢 这些所谓贱民的 等级呢 有很多种 职业 虽然 现在就说 职业无分 季战 但是当然呢 职业的 的确确是 分了季战 这种 九未入流的 或者九楼的 职业呢 包括什么呢 包括 做戏 戏子 现在是明星咯 藝员 或者呢 老官啦 都是呢 煲 煲的 当时呢 叫做 邱 邱秋得要 邱秀邱啊 叫邱 或者呢 叫弃子 就是 九楼的 那就是 窗啦 窗就是 我刚才说的 就是这个 音乐 或者舞蹈的工作者呢 还有租 这个呢 就是穿黑衣的 这些呢 就是 被人 呼呼喝喝啦 洗呀 洗换啦 或者呢 叫人 做一些操重工作呀 的猜疫呢 我们 通称为呢 下人 无论男女 男女 那男女 就更 男人 更加呢 加个字 帝啊 老弟的帝 那 猪呢 就是 泛夫走出的猪 手滴滴 这些下人 可能呢 是 呃 一些 呃 公堂里面 受支援的 的 公差 都是 一个走出 那么 另外一些呢 其实 现在呢 就是按摩师 或者是 批脚夹师 或者批 批骨的那些呢 就是 除 这两种呢 都是 入于九流 低下的工作 还有一些呢 开门口的 传递的 这些叫做 盧 更加不明呢 或者是 很奇怪的呢 就为了 邓家 或者 蛋家 这种呢 就是 是水上 它没有一条乡下 耕种的 它只是在船上 捕鱼为生的 蛋家 那这些呢 都是 呃 所谓 低级 那么 还有当然呢 呃 刚才讲了 隔骨的 按摩的 批脚夹的 和剃头的 这些呢 理发师呢 现在叫做美容师 或者叫做 呃 叫做 形象顾问 现在都是高级 但是当年呢 在 这些农业社会 小农社会里面呢 这些都是 呃 九流 的 呃 行业 而且呢 是不受到 尊敬的 是一种 歧视的 说法 而且呢 有些朝代呢 是不容许这种 这样的行业的 子弟呢 是去考公明 就是他们呢 失了呢 去 呃 爬升 社会 阶级的 阶级的 机会 是相当呢 呢 慘 是不公平的 是 对他们来说呢 一些职业的 歧视 或者是身份歧视呢 是 相当之 严重 那说回呢 这种这样的 所谓 唱歌 或者 舞蹈的 从业员 出在那时候的 所谓 娼妓 而呢 后来呢 又 改变成为 宋朝以后呢 改变成为呢 以金钱利益 出卖 身体的 提供性行业的 女士呢 就是 更加低等的娼妓 她那时候呢 就叫娼妓 那这些呢 阴供 三代 都不能够考科 她 真的呢 歧视到呢 就是 去到极致的 那 金庸 小说里面呢 讲到这个 陆鼎记 的主角呢 韦小宝 他说 扬州 妓院里面的一个 无人知 老爸的 小伙子 这些人呢 在 当时的社会呢 封建社会呢 是极其 悲哒的 要写到这个人呢 是要极其 低级 是不能够受 正常的教育 连鼓鼓齿呢 都读不了的 他们呢 没有机会 入学之外呢 其他技能呢 都不给哦 为什么呢 你要考个 武藏元呢 都要懂功夫啊 连这些呢 都没有机会给他 学习 就是他没有出头 他就一世 只能够呢 在妓院里面 打云 走走滴滴 跟人买 买一下 奔狼啊 或者 传递一下 一些 发尖 一生啊 嗯 但是呢 为什么要死到 这样的人物呢 陆鼎记里面呢 就要死到 一个极低级的人物 在当时社会 而呢 他有机会 进去工 接近了康熙 就发生了 有转奇性的 故事 因为他越低级 所以呢 转奇性呢 就越多 越奇妙 好了 我们 暂时又不讲 这个 陆鼎记先 我又讲一讲呢 当时呢 这些这样的 妓女呢 又有个 好听的名字的 他又不是完全 不好听的 有个好听的名字 那你呢 叫这些妓女呢 现在都还是 叫神女 神女 有心 伤和 那个神女 为什么这么低级的 职业 又会叫做神女呢 神女 是否神的 女儿呢 这个呢 是中国历史上呢 有故事的 那我说给大家听呢 这个神话故事呢 这个主角呢 就叫做 瑶基 瑶呢 就是 王志边 瑶远的瑶呢 没有了个餐厅 瑶基呢 本来是 瑶帝的女儿 瑶帝呢 就是中国里面呢 我们的祖宗 王瑶子孙 的瑶帝了 那因为他死了之后呢 这个 瑶基呢 死了之后呢 就撞了在 巫山的北面 巫山呢 我去过 在四川呢 重庆 朝天门呢 一路 沿越三峡呢 下去 就结第一个 会经过一个 无峡 无峡呢 当年呢 是 据考据 现在出来呢 就是一个 冲出来的 大水呢 在四川 那个 盆地呢 谷得太紧要 在几十万 年前呢 就 脱了 脱了崩 就一路 经过山的 山坳 一路 冲向下游 直至去到 平原为止 那这个呢 现在形成了呢 中国的 三峡 这个这样的地 当然呢 是相当 险峻 相当呢 急速的一种 流域 来的 那 这个 这个 遥基 葬基 葬基 葬了在 巫山之后呢 当年呢 有一个叫 楚怀皇 楚朝的 楚国的 军 那时的 君主 其实是 朱厚皇 他由于高堂 在高堂里 旅游 日后呢 他就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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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炭 发梦呢 在 睡觉 发梦呢 就遇到 一个 女性 非常之 美 真的呢 倒震 这个呢 女性呢 跟他说 我是 无山之女 愿呢 你女 愿啊 楚怀皇呢 我自占 枕席 自占就是 斯文的说法 就是我愿意 献身给你 我愿意呢 为你 作 一种 性交 的服务 或者我愿意献身 给你 驾驭 那 你知道呢 楚怀皇呢 当然不客气了 既然 你 无山的 神女 自己 上到上门了 于是乎 就 吃得 不要浪费了 王呢 楚怀皇 因而 行之 这个字呢 中国又 又是一个呢 相当 巧妙的字眼 幸 幸福的幸 幸之就是 赐幸福给他 作为动词用 有用词作为动词用 这个幸呢 就是性交 但是呢 但是呢 因为要夸张了皇帝 一个 诸侯皇的 身份 向一个这样的神女 这样的上词 这样的上词 当时呢 封建社会都用这个幸字 幸福的幸字 作为动词 两个动词呢 就是愚 愚呢 就是 皇帝 有知愚 愚之 嫁愚的愚 也是呢 作为一个 含蓄的 动词呢 来应用 也是呢 一个 性交的意思 那么呢 遇了之后呢 或者幸之后呢 就 看到呢 无珊的南辺 的云彩 号称为 焦云 好了 到了 楚怀王之后呢 就去到 楚商王 楚商王呢 也是呢 有幸 去游一游呢 这个 高堂 那时呢 高堂库里面呢 又会 又是出现了呢 有一段连蛇 他说 这个神女又出现 切 切这个意思呢 不是切时的切 就是 很 很 卑微的 自称 女性自称 为之 切 无珊之旅 也 我就是 这个 无珊 的一个 女人 为高堂之客 就民君 游高堂 亦 愿赞 简直 又是自愿 送上门 那 自有的一句说话 叫做 神女有心 伤王 就是这个 楚伤王 无梦 他 发梦呢 是有 但是呢 他还不成 所以高堂库 就是 无梦 那今后呢 就用了这个 故事的典故 就说 这些 这样子 自占 枕直的 女性呢 就叫之神女了 一个 好听些的名词 也不会呢 就这样叫 忌 或者 娼妓 这样的 称呼 是一个文雅的称呼 顺便说句呢 这个娼妓的 忌字呢 化了成 广东话之后呢 就变成 雞了 痣 这个 普通话呢 是同音 我们称妓女 为之 雞呢 其实呢 是忌 忌的 广东话的音 实际上呢 就未有 这个 侮辱性的 其中没有 母含 侮辱性 那么 有很多人问 那么 为什么男技 又叫鸭呢 纯粹因为呢 女性 就为之 雞 那么 这事乎呢 就 男性呢 就 这个 这样 样的 伸延呢 就为之 鸭了 那么 同时呢 有些 两边呢 都做的呢 就为之 我 一只 我 我 那么 这些 咸鸭都是 后面呢 加上去的 好了 那么 神里 这个 忌鸡 这些字呢 的来源呢 我们讲过之后呢 不妨又讲一下呢 花街这个 这样的典故 花街呢 是一条花的街 卖花街 那么很多时候呢 在妓女呢 云集的地方呢 都很多卖花的 最出名的呢 香港呢 就有条叫做摆花街 在中环 中环呢 那条摆花街呢 为什么会叫做摆花街呢 是当年呢 很多人呢 走过 这条街呢 很多花当在那儿 我看呢 首先呢 多个 花街 所以九龙还没开 这个花街 那么这个花呢 是买给哪些呢 是当时呢 是那些 洋人呢 是买给呢 他们去探访的 阳记的 就是 他探访阳记的时候呢 顺便 就带了一 一扎花给他 是一种礼貌来的 是一种呢 送给 女性的一种呢 表达 他心意的 礼物 这花街 就在现在呢 蓝桂芳的前面了 蓝桂芳 以前就是 这些这样的地方 他说 发觉呢 一个